是美方侵犯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在先 中方做出正当反制在后 中方的反制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美方既然想要同中国开展活作 就应当尊重中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就应当采取切实的措施 把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落到实处 感谢观看